上面這邊有好景 它是滿心機的 就是胸前做的一個這樣子的挖空 而且還微微的露出一點說過 這一套我覺得超猛的 有沒有 這感覺好像某種電影的女主角 這次我就準備了 像我這種古典的美人 哪裡古典啊 應該是任何旗袍 我都能輕鬆的就駕馭了 就輕鬆的駕馭了 今天我一樣準備了五套旗袍 不知道哪一套才是你們心中的旗袍一番閃的 第一套換好了 然後我把我的雙麻味給拆掉 應該要把頭髮弄起來比較配吧 那個夾子把它夾起來 今天我穿的旗袍啊 都是那種現代式已經經過改良的那種旗袍 所以不是那種正統 看起來如何 這樣是不是又更適合了 好像每人知道這首歌 這一件呢 是我挑選 算是布料最多的一件 然後這一件他旁邊很心機的做了開場 雖然他這邊都是包緊緊的 然後背後也就是沒有什麼露出來的 他的圖案是 小兔子 應該很符合中修節 嫦娥與姿女 那個 嫦娥跟兔子 應該是這樣吧 這一件他應該是想表達他是嫦娥的意思 就是斷了 我穿是不是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氣質 我覺得他圖案滿可愛的 英文化配兔子 乍看之下很像普典那種旗袍的感覺 就是仔細看才發現圖案是兔子 嘿嘿嘿 我跟你講 這種旗袍 最重要的就是 緊身 這一件旗袍 該做的都有做到 還不錯吧 好累 不知道大家覺得 我是不適合這一件呢 旗袍要擺什麼姿勢 你看 有種那種回眸一下我的那種感覺 第二套 這一套呢 超清雞的 有沒有看到 給你們看一下這一件 整個是蕾絲的 上面呢 是做透視 這邊一樣就有那種 這是中國籍嗎 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他下擺呢 是做 小心機啊 小開動 感覺這一件 穿出去吃飯好像也很合理吧 我還特別準備了這個 蕾絲的衣服 就要配上蕾絲的手套 這是我特別買的 你知道嗎 是不是 要更合適的一點 夜商嗨 夜商嗨 然後 我還有自備的一個這個 是不是 蠻搭的耶 整個都一套的耶 這套好醜耶 你知道配起來嗎 真的假的 你現在是在誇我嗎 剛好都黑色雷絲啊 好看嗎 你們喜歡這種雷絲的感覺嗎 你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不喜歡這種改良色氣泡 但是我自己也是蠻喜歡的啦 裙子短短的啊 我其實還蠻適合古裝的吧 我幼稚園畢業典禮的時候穿古裝的時候 老師跟我爸爸都 淡嘆不如 所以我真的太適合古裝啦 他那時候是穿那種有袋子的東西 然後但是沒有 我也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你只是在跳彩帶舞而已 現在笑到要有旗袍風笑聲 我旗袍一番賞這麼美 你還想拿棒子打我 那我看吧 不知道你們喜歡這一套 可是我覺得剛剛單穿就覺得還好 但是配上手套跟扇子之後 實在是太配了 perfect 換好了 這一套是第三套 你們有發現這一件非常特別的地方嗎 它其實是兩結石 就如果那種腿長一點的 你可能就露得出來 這件太長了 所以我不喜歡 我已經買S套了 結果還是這樣 我也是無可奈何 應該也可以來配個扇子吧 而且這一件的袖子 它卡在一個要短不短的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麼細 應該你們有人也會喜歡這種吧 它這一件下面的裙子 它不是做整個包臀的 有點A字裙子 就好像沒有那麼的扶梯 這樣算保守嗎 露肚子算保守 可是我露不出來 如果你要露出肚子的話 那你裙子好像拉很難 我一下拉會感覺太長 所以應該是腿太短 短有短的好處 好處是嗎 你男生眼光你覺得好看嗎 有去改短一點 所以就是嫌不夠肉是不是 就因為它這樣看不出來 就只有兩件多 我的問題啦 就這樣吧 真的不好看啦 推我推我推我 推我啊 而且我在買這件的時候 因為它是上下分開賣的 我就不小心一直買的上衣 對 會一直買那個上衣 啊現在穿很牛仔褲 超鬧的 喜歡這件的話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那麼拜託 下一套吧 再來這一套是第四套 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件呢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它就是一個雷絲旗袍 它是做成無鏽的樣子 掛脖 然後這一件脖子這邊 超級無敵緊的 上面這邊也好緊 全白的 是不是超氣質 這一套好看嗎 跟你講 像我這樣子 這麼古典的美人 就要會什麼 古典樂器 像是這種琵琶 我也是很會彈的 你確定年輕人 那是小提琴 好 不好意思 搞錯了 原來琵琶是這種聲音嗎 只塞住在沙海的大呼哩哩 琵琶學了很久 這是 看到了沒有 噴一支 一支 這樣 像我長這樣子 這麼氣質 再配上這個琵琶 它好吵喔 它有一點濕口 變什麼的 要怎麼拿琵琶比較合適啊 整個看起來就像是古代來的女子 它真的滿心機的 就是胸前坐著一個這樣子的挖空 然後兩側也是 開得超高的 而且還微微的露出一點鎖骨 我覺得旗袍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夠緊身 所以整個人都是這種 A10曲線 閃電 有吧 閃電 閃電 我這樣應該有閃電吧 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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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想理你 閃電 不要搶啊 再來是這一套 看到嗎 這一套我覺得超猛的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我馬上就買下來了 我覺得這種無袖的跟這種前面還有挖一個洞 就是超級心機啊 還有一個更厲害的地方 你們剛剛應該都看到了 就是這樣 有沒有 這感覺好像某種電影的女主角 然後它中間是這樣兩片 相撲臉比較大 狗套 跟你講 黑色的就是要配黑色 這樣有很配嗎 好看 真的假的 你竟然會說好看 因為我覺得剛才那個黑色的也是比較性感 這個也滿性感的 這兩側這個耶 可是我覺得這件好像沒有到很緊 就是有種微鬆 我覺得這一套應該蠻多人會喜歡的吧 那我覺得應該 偶爾放下來這一件應該蠻適合的 放一邊的話那也可以 放一邊是怎樣 這樣嗎 有種女帝的感覺 這看著那種古代的皇上都會愛上 好看嗎 這一件 好看嗎 比剛剛前面幾套都太猛了 可是我不知道我金髮適不適合 感覺古代的時候好像沒有什麼人是金髮哦 那你要戴黑髮 可以啊 那我覺得我黑髮會很像女女鬼 你們看一看什麼叫做氣質的美女 不會啊我覺得蠻好看的耶 可是好像也蠻適合的啊 你們怎麼還要一直笑 烏溜溜的秀髮 那有種特惡的感覺 好久沒有黑髮了 我整個全身一片黑夜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氣泡一番賞 今天總共穿了五套 猛的也有保守的也有 相信你們應該都滿足了吧 喜歡哪一套呢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